来 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等一件好事来得太突然 太快的时候 我总觉得不踏实 不知道后面还要发生什么事情 幸福真的来了吗 你的顾虑太多了 我们在这里 谁也阻挡不了我们 幸福就这么来了 可能是精密的磨难太多了 怕了 幸福不会一直跟我们倒圈子的 如果你害怕 明天一切会落空 那我们就 我们就在此时此刻 我们今天晚上就整齐了 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就成为一家人 永远不放开 永远不放开 好吗 我们下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今天就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从今往后 谁也不能分开我们 幸福还是回到了我们身边 什么声音 小五 小五 二婶 这是怎么了 前几天村里好几个孩子在一起玩 小五就是回来有点伤风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 可是 昨天夜里突然就糊涂了 这孩子说不行就不行了 我的孩子就这么没有了 二婶 还有哪家人跟您家情况是一样的 还有五嫂和六媳妇家的都这样了 走 等等 我走 我走 让我看看 马上通知全村老少 这是一场瘟疫 来 都过来 过来 来 过来 所有人都听好了 如果一旦有人出现伤风的症状 就立刻把它送到村口的小屋里 我是大夫 我可以照顾他们 千万不能留在家里 还有要注意 千万不能直接喝河里的水 一定要喝煮开了的水 而且 一旦有人打喷嚏 一定要用布捂住鼻子和嘴 这是一场瘟疫 我再告诉大家一遍 这是一场瘟疫 该死的瘟疫 老大 这票生意我们不划算 万一要是沾上了 我们已经收了皇府大爷的钱了 为了那点钱 咱们再把命搭上不合算 这关祸谱用不着杀他 拿他见鬼去 好 走 走 多洗一会儿 千万被感染了 来 我从来没经历过瘟疫 以前只是在医书上见过记载 想不到这瘟疫来得这么快这么猛 我手里没有药 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 什么也做不了 好 后补 这不是你的错 我们已经尽力了 所有病人 一开始都是伤风症状 接着开始发烧 然后就是昏迷 呕吐 抽搐 死亡 我记得我在医书上看过 这种病只要能挺过发烧 就可以活下去 那我们应该用点什么药呢 我们这儿有吗 用青蒿 青蒿主熬成水 不知道 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好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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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青蒿水能够治病 没病还可以预防 来 都喝一点 喝一点啊 我来帮你 后补 二婶 你不能过来 会传染你的 你回去吧 好 我来帮你 后补 二婶 你不能过来 我来帮你 不要靠近我 后补 我们是一家人 你别想把我甩掉 我确实需要你 这里青蒿太少了 我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找药 在哪儿 我去 你不行 我去 你留下来 记住 不能用摸过病人的手 接触自己的口鼻 一定要喝煮开了的水 一旦病人发烧 马上要和其他人隔离开 我记得 离这里九十里 有个镇子专门卖青蒿的 我到那边去买药 来回要两三天 我尽量缩短时间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也要安定大家 不能让有病的人离开这里 同时 也不可以让别的地方的人进来 放心 我一定做到 我要尽快去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你是我的 我不允许你出任何山事 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 我一定渐渐 刚刚努力你回来 你去吧 我去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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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对呀 后来这好多了 后来 早点回来吧 你说你的人怎么那么笨呢 老大 这可是瘟疫 谁敢冒着生命危险去啊 再说了 关后谱那小子在瘟疫堆里 他一样活不了 这是老天爷在助我们 还省得咱们自个儿动手了呢 不确认他死了 我这心里不踏实 是 我说 你跟这个关后谱 你怎么那么恨他呀 他是龙家的仇人 留着他早晚是祸害 我看没这么简单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个人恩怨未了啊 得 你不说我也不问 总而言之 你就放一一百个心 关后谱这小子绝对活不了 他这次借着老天爷的手就去去了 是 小凤啊 还有一件事情 农普尔的事怎么样啊 这个农普尔一家人很奇怪 他们十几年前搬到这儿来的 之前的事吧 我一点也摸不到底 家里连个老佣人都没有 什么消息透透不出来啊 这样你再好好查查 我怎么觉得这个农普尔 好像有什么事啊 关大夫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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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咱们有救吧 是啊 关大夫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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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靳心 靳心 我在这儿呢 后果我在 走 你走 你快离开这里 不要管我 不要管我 你想说什么呀 别乱说话 快起来 我给你喂药 来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你走吧 走吧 我不许你胡说 你怎么能不行呢 好不 我告诉你 无论如何 你为了我都要活下去 我们的幸福生活 才刚刚开始 你不能扔下我不管哪 你跟我说过 你会给我全部 你都忘了吗 你必须得活下去 我 你还是好好保护自己吧 走吧 后果 把你说话的力气给我留下来 活下去 听住 知道吗 活下去 活下去 你不许你 在哪儿呢 好 如何 还有 你不许你 这种人 我许你 你不许你 你不许你 我许你 你不许你 我许你 你不许你 你不许你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谁可以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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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婶 我必须得走一趟 后不就托你照顾了 孩子快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呀 二婶你得答应我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官后不是为了 我们全村人病倒的 我照顾她是应该的 二婶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要帮你把她照顾好 你就放心地走吧 谢谢你二婶 快起来吧 来 爹 静夕 怎么回事 大家都说你死了 珀儿小姐 我求您救救我们 我知道你是个善良人 我求您救救我们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求您救 我求您救我们一下 救我们一下好吗 究竟出了什么事了 你别着急慢慢说 我要是能帮上你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要救谁呢 后铺 爹 珀儿 你还有什么事没有告诉我 我一直在做我该做的事情 十几年前 咱们家遭到了龙家的迫害 娘死了 家散了 弄得你躲躲藏藏 没有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 我从小就只有一个愿望 为我娘报仇 为咱们家报仇 为了这个仇 咱们找到了龙家 十几年来隐姓埋名 现在看着仇人就在眼前 却要赔出笑脸 爹 原本我是想嫁进龙家 用我一生的幸福 去换取他们应有的报应 可是后来我想通了 还有其他办法 能让我看到他们更好的灭亡 可是这个关后谱 先是离家出走 现在又半死不活 关后谱和龙家势不两立 本来是我们最好的人手 可是他一次次地让我失望 为了一个女人 他忘记了仇恨 现在又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了 差点就阻挠了我的计划 计划 爹 这场瘟疫 是人为制造的 是用当年龙家的方法制造的 有人 要蓄意陷害龙家 龙家当铺出世明义 我拿到了他们的金鸟蛋 想知道龙家的建货出货 找到他们生意上的破绽 毁掉龙家的积山塔 但我发现那批药物出货的同时 他有一些与药物相冲的东西在里头 我知道龙家就要到平 于是我就跟着去 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那批药到了村里 村里人一向用它来泡水喝 有的人还用它来去等人虫 从他们喝下第一口的时候 这场病就开始蔓延了 孩子啊 你没说 爹 刚才我讲的听着不熟悉吗 当年龙家不就是用这种方法 先让爷爷奶奶死了 接着把罪名栽赃到方秀才身上 最后还将你们这些知情者 全部灭口了 娘要不是以为你在大火中烧死了 她会自禁吗 这叫天网会会 疏而不漏 今天有人陷害龙家 也要让他们龙家尝尝这个滋味 孩子 你应该把这事告诉村民 我就是要看着这件事闹大 把他们龙家往死里推 是因为他们的药 村子里才会瘟疫蔓延的 是他们龙家 让这个事件在十几年之后再次重演的 可不能 为了我们报仇 就牺牲掉那么多的村民 爹 我说出来会有人相信吗 他们计划周末 我都可能被灭口 现在瘟疫已经蔓延了 等有合适的机会 我就秘密上告 让上面详查此事 这次龙家难辞其咎了 我要让他们龙家 给我爷爷奶奶和我娘偿命 可这件事 怎么会牵扯到了官后蒲呢 我没想到 官后蒲带着静心逃到了这个村子 也算是她命该如此吧 命该如此 那你为什么心里难过 您这话什么意思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发现官后蒲居然被牵扯进去 你心里难受 尤其是你看见周静心 和关后谱的感情 如此深受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周静心来求你 求你帮忙救后谱 你怎么做 我要跟他一起去 什么 我要救关后谱 在前面 普尔 你不能救关后谱 他活着会阻挠你的计划 是龙家带了关后谱和尊明 不关你的事 你要为家人报仇 你没有错 后谱 你有救了 普尔小姐带了药回来 你有救了 后谱 你听到了吗 后谱 你有救了 后谱 后谱 你听到了吗 后谱 如果你没有离开我 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那么所有的一切 也许都会改变 我就不会去想着报仇 我可能会有勇气 制止这场惨剧发生 也许都会被损到 幼婆 如果当初少考虑一些个人安慰 稍想些报仇 把真相告诉村民 就不会有这样的惨剧发生了 你是杀人凶手 跟龙家没有分别 赫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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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伯 后伯 你醒醒啊 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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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后伯 后伯 你吓死我了 后伯 后伯 你终于熬过来 你挺了五天 你有救了 我 这件事 我 我 芷人自有天相 后婆会熬过这一关的 扑儿小姐 谢谢你 当初你救了我 这次是你救了后婆 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感激你 后婆 我还没有脱离危险 她会熬过去的 已经五天了 我们在这里救村民的时候 凡是熬过五天的人都活了下来 后婆身体好又年轻 我相信她一定可以挺过来的 住居 我就知道老天爷不该那么对我 幸福才刚刚开始 我不会让他从我身边逝去 你们俩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去 为什么偏偏要跑到这里来 这是河的下游 我们正好被冲到这儿 是后补救了我 又有好心人帮忙 要不是因为后补在这儿 这次瘟疫 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 这也许是他们的命吧 也是后补的命 对 这是他的命 也是你们的命 是 你小子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了 我有农普尔一家的消息 说吧 钱 行 给你那个书 我给你那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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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农家十几年前搬到这儿了 给他们搬家的伙计就离我们家不远 听那个伙计说 他们家搬来的时候 那个佣人都是从京城来的 我有一小兄弟在京城帮忙给打听了 说原来京城有一个姓农的大户人家 一夜之间没落了 从此就销声匿迹 他还说有一个有名的案子叫温泉七彩案 你知道吗 知道 那七个当官的都死了 其中有一个旧姓农 农普尔的爹又没死 不可能啊 哎呀 我这小兄弟说了 这七彩案当中 那尸体有的缺头有的缺胳巴有的缺腿 我就想着肯定是有人把尸体凑到一块之后 他就跑了 我琢磨着 这农家八成就是当年七彩案当中的一个 听小兄弟说 他们家遭难的时候 大小姐刚刚出生 这算下来不就是农仆无耳吗 小枫 这个事要是真的 可就有好戏看了 来 来来来来 大叔大婶 别难过了 要保重身体啊 天灾人祸啊 我们怎么那么倒霉 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啊 有些话 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大叔 我们斗不过人家的 要不然我们忍了这口气吧 姑娘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大叔 大叔 你仔细想想 今年又没有雨水泛滥 又没有荒年欠收 明明是个瑞祥年 怎么就有了瘟疫了呢 是啊 怎么就不有瘟疫了呢 这第一个人是怎么发病的呢 有没有出过远门 有没有做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啊 没有啊 没有 这既然没有出过远门 也没有做过不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 最奇怪的是 怎么会几家人同时发病呢 乡亲们 大家仔细想想 大叔 你们有没有全村一起买过什么东西啊 没有啊 就是买了一批药啊 对 是这样 我倒也没说是这批药材一定有问题 不过 毕竟大家是吃了这些药 病就来了呀 这么说是那个卖药的倒的鬼 是啊 当然 我们也不能这么讲 毕竟我们没有证据嘛 不过听说这家卖药的二十多年前 沾过这样的事情 有人说他们事先把有毒的药卖出去 再去救人 好把赤消的药统统都削掉 太坏了 可是后来又听说 他们撇清了关系 毕竟人家有钱嘛 什么事情办不到呢 如果大家能忍了这口气 就忍了吧 谁让人家家大财大呢 不能忍 他们龙家仗着自己有钱 干出这些伤天害理的事 我们要跟他们拼了 对 对 对 我们去告官 对 那大家手里的药材还有吗 有 有 有 这些都是证据 对 大家都回去 把剩下的药材找出来 交到警局去 龙家丧尽天良 我们要跟他们拼了 对 我们去报官 拼了 为了给咱们的孩子报仇 为了给所有的村民报仇 对 我们去报官 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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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呢 武圣呢 武圣在哪儿 已经派上去警了 应该帮我吧 二叔 怎么了 我问你 上个月今的虾枯草 你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你动过手脚没有 我做了什么 我动什么手脚啊 小三 关门 良善庄村的村民尚告 说是我们龙家低价 卖给他们那批下谷草有毒 自从他们用了咱们龙家的下谷草之后 就开始生病 现在整个良善村 和旁边两个村子都染上了瘟疫 已经死了不少人 吃了我们的药就生病 不可能 那批下谷草 虽然成色不好 但绝对没有毒的 再说 怎么可以证明 瘟疫就是从我们的药开始的 他们拿了咱们的药去建官了 已经查出来 咱们家的药里面 加了有毒成分 我绝对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二叔 娘 我真的没有 如今上面已经开始查案 良善庄村是唯一一个 从龙家供药的村子 我们没有动过手脚的话 必定是有人算准了 陷害我们 才挑中这个村子 是谁 谁要陷害我们 不行 我要找那些村民说理去 别去了 你去找谁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已经摆明了 让我们往里边钻 现在我们就是浑身失嘴 也说不清 我们先是进了下谷草 让村民得了瘧疾 然后又进了大量的秦昊 秦昊正是致瘧疾的 我们怎么解释 说有人陷害我们 我们证据在哪儿 我就不相信 这个世上 有人可以把黑说成白 不信别人的人 怎么可以逍遥法外呢 怎么了 娘 二叔 怎么了 我看这个人 毕竟对我们家非常了解 定上咱们家 不是一天两天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人 要挑我们家下手 不从 Early Interior 唉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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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吧 娘没事 娘有几句话 要跟你二叔说 你不要过来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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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ez 是谁 这件事会是谁干的 我也不知道 当年知道这件事的 还剩下谁呀 没有人了 所有知情人 在温泉被莫名的一场火烧死了 除非 除非 除非什么 当年我把那七个人约到温泉 可我还没有进门 就吵起了大火 我亲眼看到那七个人在火里面挣扎 活活被烧死了 但当我进去检查尸体的时候 每个尸体都缺了一块 人都说 只有冤魂才会 不 不会的 不会的 绝对不会的 一定是人为的 不会是鬼 要不然这二十多年来怎么都没有 也许就是现在 不会的 二爷 你赶快派人去查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 我就是拼了家产 我也要渡过这一关 还有 那 那些庄家人 无非要的就是钱 我们多给些钱 要他们不要够我们 行吗 慢点儿 来 来 喝了吧 喝了 你总算好过来了 老天有言 菩萨保佑 多亏了你 这次多亏了普尔姑娘 要不是她及时把药和吃都送到 一许您就顶不过来了 普尔姑娘 就是为了 始末 十年 曾在 ehrlich紧 他终于 习惠惠彑